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好,那接下來我們來評測這支手機玩遊戲的速度吧 那左邊的畫面是我們在沒有使用Linfoomify的智慧效能的情況 是我們的遊戲的一個過程 右邊是開啟了智慧效能 智慧效能號稱給CPU提高到10%以上到10%左右的效能 就有點像是顯感超頻的意思 那基本上大致是這款荒野啟動吃雞 基本上在開啟的智慧效能 其實大致覺得感受差不多 那都可以明顯感受到說 它還是會稍微盾 那在這邊進到遊戲的讀取畫面 其實說實話在沒開智慧效能的時候 一樣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在開啟智慧效能之後呢 其實也沒有提升多快啦 因為畢竟只有10%到20%的話 其實不會算是接到太多 不過基本上即使在不開智慧效能的情況之下 那在遊玩實際這款遊戲的時候 還是可以獲得一個 比較算是勉強順暢的一個體感 那基本上在讀取完之後 其實大家有聽到會有一些 呃畫面還沒出來 聲音已經出來的情況發生 不管有沒有他開啟智慧效能 的情況之下 所以 嗯 你要說 這款遊戲的體驗 好不好的話 大致會覺得 並不算是很好 那 因為大致都是把 他 自信這款遊戲的畫得卡到最高 所以 這款的手機 可能無法支援到這麼高 的情況之下 然後可以 讓你體驗到 最好最好的 遊戲品質 啦 不過如果在一般的 中 畫質是 中 中階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相信可以 跑得 雙次分檔順暢 因為大致基本上玩遊戲 很少去開到 高畫質 一個耗電 然後 你開啟智慧效能的功能 和耗電 然後基本上會 提高效能 那代表說 你CPU會 慢慢的損耗 所以大致基本上是 補開這些東西的 不過為了錄製影片 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 兩者的差異 不過看起來 差異不太大 對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更好的方式去檢測 這個 智慧效能的部分 不過我開啟智慧效能 是有 稍微 提高一點點 可是 你的感受真的很小很小很小 好 那這款遊戲 我們跳傘的 情況之下 其實也算是 嗯 算是順暢的 不過在樹林出現的時候 呃 那些樹枝出現 會有一些卡頓的情形發生 OK 這算是 畢竟它 畢竟不是 高階的處理器 也不要太溫暖它 好 那 左邊的 左邊的影片 我們結束了 那我們看一下右邊這邊 樹枝 其實在開啟智慧效能 比較不會 嗯 卡頓這麼明顯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評測 增傷果無雙 無雙斬 那 在開啟智慧效能之後 可以發現 在這場遊戲 讀取的畫面 呃 是開啟智慧效能這邊 比較快速的 雖然一開始 嗯 比較慢一點 不過 讀取到進到主畫面的速度其實是 比較快的 好 那 在基本上 我們都用主劇情去看一下它的 流行度 那 基本上沒有到那個 小兵很多 跟 小兵很多的情況之下去測 不過這邊大師看到 在對話室上這邊 其實大師會用相機去拍 主要 拍的拍攝的話 主要都是因為 讓大家看 大師去點擊這個 對話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盾的齁 不管在開啟智慧效能 跟沒有開啟智慧效能 都是有些血盾 我都要多點 兩三次才會 才會 才會繼續篩一個對話 那 基本上 兩款 兩個的差別在 對打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 嗯 速度 流暢 都算是 滿不錯的 好 基本上 玩這款遊戲 基本上 開最高接玩 也算是很OK的 不管是 放高士 喜歡人物 基本上 跟沒有什麼 討論 情況發生 好 那大師 會用相機拍好 一個是為了 這個 讓大家看到 觸碰的時候 那 對手並沒有上了 其中下一個對話 那 再來是因為 如果開啟了 手機的 錄製影片的功能 又怕會降低效能 導致 給大家看到 沒有到非常正常的 一個 這個 遊戲的品質 所以呢 大師採用這個 那 可能下一個影片呢 會大師會用這個 遊戲錄影的方式 去看 大家去看一下 看幀數到底跑幾張 因為大師在錄的時候 沒有 偶爾安裝這個 這個 跑幀數的軟體 好 那 這個影片結束了 那右邊這邊 一樣可以 很清楚看到 繼續動畫招式 或是流傳人 不管怎樣看這位像人 所以 平常不需要還是別人看這位像人 所以 平常不需要還是別人看這位像人 好 那 基本上 這款 三國五算掌 也算是可以 可以 提供到 不錯的遊戲品質 好 接下來我們來 測試這款崩壞3 好 那 一樣 在同一個 測試的環境之下 左邊沒開啟 直尾像人 右邊的影片有開啟直尾像人 不過蠻意外的齁 開啟直尾像人 反而在 進這個 LOGO的時候 比較慢一點 不過 大師 看起來 在 讀曲條的 這邊齁 嗯 左邊的影片 沒開啟直尾像人 是有稍微 盾一些些 有開啟直尾像人 會比較順一點 不過這個明顯不太大 好 不過 讀取這邊 我們先 先不論這個 有沒有 真正的把 這個 這個 效能 給完全的 開啟 然後我們確定就是 用高畫質下去 跑崩壞山 然後我們一樣進入 一樣的章節 看一下對打的 狀態齁 那因為基本上大師 沒有 什麼 華麗的招式的角色 所以先 簡單給大家 看一下 好不過 不過在這邊齁 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呃 有開啟直尾像人 有沒有 進入的速度 其實比明開啟直尾像人 Loading的速度 還要快上許多齁 然後在整個 行動上面啊 打擊 的 的 畫面的感覺齁 基本上開啟直尾像人 的確是 有明顯的感受到 它的提升 在崩壞山 這款遊戲 真的有感受到 然後也算是非常流暢 不會像 呃 昨天的影片 沒有開啟直尾像人 這樣子 有稍微蹲零點點的感覺齁 那 基本上 大師有用這個 崩壞山 玩那個 中 中間的畫質 不開直尾像人 也可以很順的跑 所以基本上 你要更好的遊戲體驗的話 那開了直尾像人 再玩這款崩壞山吧 那基本上 要玩崩壞山 呃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大師也 覺得這款遊戲 算是 這款手機 這款遊戲 都可以很順的跑 好 那我們昨天影片還沒有結束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整個 流暢度 就沒有比 開啟直尾像人 這麼的好 不過這個 也其實也不太 到非常明顯 到非常明顯 有這個效果 沒有錯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 這個 這款大家非常 喜愛的一款遊戲 衝縮對決 那這款遊戲 當時在畫面有稍微檢視過 那 就是主要是為了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炮 好 讀取的狀態 哪一款 會比較順暢 所以 當時已經盡量把它對準了 那有點 有些會對不準 不過 應該可以明顯感受到 有開啟智慧像人的 右邊這個影片 有稍微快一點 在讀取的狀態之下 即使大師秒數 沒有把它 減得非常好 不過 基本上真的 可以感受得出來 在傳說對決這種遊戲 的確 開啟智慧像人 讀取的速度有稍微快一些 好 你看 大師昨天的影片 其實 沒有開啟智慧像人 已經先進去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 哪一款 哪一個 哪一個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 看起來是有開啟智慧像人 即使 在 比較慢進入的情況之下 還是 在Loading的時候 比面開智慧像人的手機 快上 些許 但是 有沒有到非常多 其實並沒有 不過 基本上 等於說 這個智慧像人的確是 有讓我們感受到 欸 實際上差異 在跑傳說對決 這邊的 那個 讀取條的時候 的確有感受到 那 基本上 兩個差別 在 對打的時候 基本上都算是 滿流暢的 好 那 大師的影片 評測 手機 這款MF5 玩遊戲的 影片就到 差不多在這邊結束完 那大師之後會 大概 一集 一個遊戲吧 然後用 遊戲錄製畫面 然後 開啟智慧像人 跟門開啟智慧像人的 狀況下去看 並且看幀數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會 更準確 更準確一點 不過 因為大師只是稍微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開啟智慧像人之後 是不是有些學題呢 看起來是有的 好 那 大師的影片到這邊 是吧 這邊結束了 最後一段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讓我左下方的圖片按個訂閱 歡迎來到粉絲 按著讚 影中的追蹤消息 如果喜歡的小鈴鐺 訂閱按小鈴鐺 按上去鈴鐺鍵吧 這樣我隨時更新最新的影片 你就會隨便追蹤到囉 謝謝大家這集有收看 謝謝 掰掰 先來看 謝謝 Double kill